喉嚨好痛喔 怎麼這麼難啊 冬天感冒流感高峰期 訪見也流傳許多治療偏方 中醫師提醒常見的三大錯誤保健方式 小心可能對抗感冒與流感不成 反而加重症狀 許多人認為多運動大量出汗 降低體溫病才好得快 不過無論是一般感冒或是流感 在發作期間 病毒繁殖傳染力快速 激烈運動反而耗體力 造成免疫力下降 病毒也更容易深入肺臟 讓症狀更加重 可以等到感冒好了以後再做運動 對於提升免疫力 增加抗病能力才真正有幫助 不少人喜歡喝補氣的中藥茶飲 像是人參黃奇 藉此增強體力 對抗感冒或流感 不過無論是一般感冒或是流感 通常在急性發作期 喉嚨痛 紅腫發炎 鼻涕黃 對內補氣藥 反而會加重症狀 等於補上加油 應避免服用 通常在感冒期間 臨床上用的藥方 主要是幫助抗發炎 抗病毒 而且需要依照患者屬於熱性 或寒性體質 對症處方 而補氣類的茶飲 只適合在感冒 好了以後喝 作為預防保養用 坊間流傳 燉水梨 烤柳丁可以治感冒 但其實這些偏方 並無法治感冒 而且因為屬於黏膩之品 感冒發作期間吃 反而容易讓痰增加 痰更難排出 通常建議是在感冒後期 沒有明顯的巨殼才比較適合吃 可以幫助潤肺 緩解沙啞 預防流感威脅 除了施打疫苗保護 平常也要保持正常作息 少熬夜 營養均衡 溫差大時多補充水分 也減少定血的清洗機會 如果出現高燒不退 肌肉疼痛等疑似流感症狀 應盡快就醫治療 以免延誤病情 會不會取消 按嘗試 合法 幫忙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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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